今年是淡水一信成立90周年 周末当天淡水一信所主办的第52届建行大会活动当中 因为天气不错加上奖品丰富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与 淡水一信活动现场中表示为了善尽社会责任 除了辖区内的金融区块稳健经营 也将针对扩点分行服务和社会弱势服务的持续发展落实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今年庆祝90周年 而上周六举办一年一度的第52届建行大会活动 而今年路线改变从捷运淡水站公园 到天生国小全程大约有7公里 现场除了有规划活泼的背板拍照打卡专区 并且举行摩采活动 奖品可以说是非常丰富 包括大家所期待的iPhone 15 还有iPad Air 6等多项大奖 吸引民众超过6000多人参与 这个天气风和日丽呢 我们看到非常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扶老稀幼 来参加这个非常有益的全身 全家一起的一个践行 那淡水一信创立于民国23年 到今年刚好是90年 在上个月呢 我们举办了90周年庆的庆典活动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呢 淡水一信往后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们的业务可以蒸蒸日上 淡水一信理事主席表示 建行活动是淡水地区的年度盛事 已经举办了52年 获得地方民众的热烈回响 而淡水一信更善尽社会企业责任 是一家热心举办公益活动的金融机构 而在金融方面经营稳健 最近10年陆续增加万里板桥以及新庄分社 而今年更与台北市巴德开设了台北分社 截至目前为止有18个营业据点 可说是相当的不简单 今天看到这么多好朋友 大家扶老稀幼来参加 祝福大家可以很健康很快乐 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建行活动 北海岸乡亲都能够走出健康走出欢乐 也因此今天孟凯跟我们在电议员一起起了大早 也是一起跟大家来集长祝贺 看到大家走7公里多还是脸不红气不喘 就会看到说其实健康就是最好的财富 那我想淡水一信 致力于地方各项的一个社会福利 当然他的金融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想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让大家在这个假日可以出来走一走 那个活动筋骨 确实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淡水一信金融规模持续稳定成长 被天下杂志评为最快的数成长的100强 而更荣获多次台湾结出金融业务的金业奖 是最佳合作的金融机构 优质基层金融的美誉实至名归 而此外当天活动的气候相当良爽 出世宜人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并且现场举行摩彩活动 准备了丰富的摩彩奖品 有空气清净机 直立式的吸尘器 除湿机 还有提供大家所瞩目的iPhone15和iPad Air 两项的特别奖 也让淡水一信进行成为淡水人 每年必定参加的健康活动盛事 这次是淡水采访报道